今天早安你好,我是方燕比,今天是7月4號星期四 一天的開始我們先帶你關心天氣,瑞瑟早 燕迪早,各位觀眾大家早 好,瑞瑟這幾天天氣都是很悶熱 但是會有可能下起午後雷震雨 除了這些還有哪些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你了 好的,其實呢,這一個禮拜都是維持午後雷震雨的天氣 不過呢,今天要注意的就是呢 在南部地區還有在台東地區都會受到南方水氣的影響 會出現短暫震雨的情形 但是呢,在白天都還是持續受到太平洋高氣要籠罩的關係 所以整個天氣都還是非常的不錯 天氣蠻穩定的 不過呢,這個白天天氣雖然很好 但是午後如果熱對流一發展起來 都是要注意會可能會出現瞬間大雨或是大雷雨的情形 而且呢,除了這個午後雷震雨之外 在南部地區就是要注意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了 不過這個短暫震雨下雨的時間都是非常的短的 而今天白天呢,除了天氣非常的熱之外 太陽也是非常的毒辣喔 那今天紫外線指數除了在北部和宜蘭地區都是過量級 那其他地區都會來到危險級 而且這樣的紫外線指數呢 只要在太陽底下曝曬超過15分鐘 就很容易會被曬傷,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門 還是要盡量走在陰涼處 而且呢,也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那在溫度的變化上面呢 今天早上呢,在北部地區溫度是來到了27.4度 中部25.5度,南部27.7度 東半部地區也來到了26.1度 而白天過後這個溫度還會持續的飆升 像是在北部和南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都會來到35度 中部地區34度 東半部地區也會來到33度 所以那麼熱的天氣除了防曬之外 當然就是要好好的補充水分了 那我們接著就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看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40% 溫度是27到35度 再來看到陶竹苗地區 今天都是個好天氣 出門一定要做好防曬 降雨機率是40%到50% 溫度是27到35度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天氣也不錯 不過要注意會有午後雷震雨 降雨機率是30%到90% 溫度是25到34度 再來看到雲家南地區 雖然白天都是可以見得到陽光 但是還是要注意會有午後雷震雨 降雨機率是40%到60% 溫度是26到35度 接著往南走 南部地區當然就是要注意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降雨機率是10%到30% 溫度是27到35度 再來看到東半部地區 今天白天天氣也不錯 不過還是要注意會有午後雷震雨 降雨機率是30%到50% 溫度是27到33度 最後看到外島的金馬馬祖 今天降雨機率是0 溫度是27到33度 再來就是要關心到今天的農民力了 今天是農曆的5月27號 而要特別注意的朋友是屬牛29歲到89歲的朋友 那今天適合的事情呢 就是嫁娶或是祭祀 當然還有祈福了 那一項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彥迪 請問一下